早安六零十五分 欢迎您收看中天气象战 我是刘云秀 赶快先带人来关心外头的天气最新消息 今天告诉大家 好热啊 很多地方都已经是黄色灯号或是长色灯号 先来看看目前台北市外头温度28度 降业几率20% 好高温特报先来关心咯 其实呢 这天气晴朗炎热 还有东南风沉降作用影响之下 在今天的中午前后 在花莲县纵谷高雄市接近山区的地方 还有河谷都是长色灯号 也就是说呢 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特别特别的小心防震暑 另外还要留心台北市台南市平洞县 近山区的这河谷或是山区也有黄色灯号 也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 记得一定要多多的防晒补充水分 慎防热伤害 室内的话要保持通风 让人体尽量的 这次呢凉爽 千万不要呢热中暑了 另外还要来看到是台风最新的消息 原本位于菲律宾新测 热带性的低气压强度增强了 现在变成了一个轻度台风 也就是今年第二号台风櫻谷 预计会持续往西北方向来移动当中 而目前呢 这个北北溪的方向 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会带来的云系会带来包括花东还有南部地区 都会在今天带来水汽 而东半部地区包含蓝雨跟绿岛 恒沉半岛西南部的沿海也可能会有长浪发生 所以今天特别提醒大家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西南部 恒沉半岛沿海空旺地区有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周末尤其南台湾呢 如果有人觉得天气很热 前往海边细水的话 海上作业一定要千万注意安全 卫星图同步来关心 湾东方面其实呢 今天因为吹东南风 来看到的是呢 南部还有花东纵谷 以及台北盆地 都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 而其实另外其他地方 东南部地区因为下雨的关系 高温大约是32度左右 其他平均大概都是33度到35度之间 同步还要来关心的是呢 磁外线指数在今天很容易过量 甚至达到危险级超标 特别提醒观众朋友外出活动 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电量降水预报图同步来看到 因为东南风影响阴风面的花莲 今天台东还有屏东地区 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其他地区多云道晴的天气 由于这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呢 在南部也特别的海面 也要特别流心 午后各地的山区 还有近山区的平地 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而包括了台东寒川半岛 午后各地的山区 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 最后透过天气关键字 带您来提醒今天的天气重点了 东南部东部会有短暂阵雨 特别留意还有山区 也会突然有午后的雷阵雨 提醒大家特别小心 还有台风动态也要持续来关注 以上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您